让我进去 小公主 您就别为难我们了 让开 小公主 你们 您还是回去吧 父皇 自从玉儿回宫后 你便对玉儿避之不见 玉儿是真有要事与您相伤 求您撤回我和司马凌空的婚约吧 您不答应 玉儿也有办法 父皇对不起玉儿 如今司马家族势力独大 内外群臣 竟无一人可与其抗衡 原以为陈南是个 可以培养的奇才 但他却久依未过 司马凌空 嚣张跋扈 索性他对玉儿还算痴心 玉儿嫁给他 司马家便与皇室沾了钦 安抚住司马家 东处会更太平 可是玉儿 此事由不得他 听说玉儿和陈南走得很近 司马家对陈南多有不满 真没看出来 你竟然是个书呆子 这些古籍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值得你如此费寝忘事 你来看我 想得美 弄宝宝还你 怎么 怕在吃宫你的公主府不像杨岚 才不是呢 只是本公主近日忙碌 怕她自己待着无聊 怕咕 小魔女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 没事 怕咕 你若心中烦闷 我可以陪你出城玩会儿 父皇说城外危险 从不许我出渡城 啊 我长这么大 只去过一次城外 就遇到了你这个倒霉蛋 你难道 就不想见见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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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也没用 我走不出这高高的城墙 墙不在外 在你的心中 你若有兴趣 我可以把我见过的风景 画给你看 你一个山野乡民 能见过几处风景 我领略过的奇异美景 敢多着呢 好啊 我看你能画出什么花来 打咕 怕咕 打咕 怕咕 黄姐 张公主 玉儿 宫中人多眼杂 你和陈南还是保持距离 你 必会想 我现在连和朋友聊天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他没分子 你得赢 我们走 陈南 黄姐 你干嘛出手伤人啊 这都躲不开 看来彻底没希望 黄姐 你别放在心上 黄姐向来对自己的医术自信 这 我明白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或许能帮上你 我教你练画天荣地 等你练好了 从我身上吸取内力 什么 逆 邪 修 礼天邪修 这老妖怪都得练的什么东西啊 我不会练的 小魔女 你师父修行不正 像画天荣地这种邪功 你最好也别再练了 不练就不练嘛 不许你说老妖怪的坏话 好好好 不说了 把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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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走吗 我已翻遍古籍 街舞神莫灵园的消息 再留下去 只怕会麻烦不断 可是 你舍不得走啊 其实留下来也不错 只要告诉楚悦 你已经恢复了功力 他一定很高兴 说不定还会让皇帝 给你个大官做呢 那才麻烦 你想留 就自己留下吧 吼 我们爸爸可是讲义气的喽 不过 我们还没和楚悦道别呢 小公主对我那么好 我想再见他一面 最后一夜一丸还没交给老妖怪 你要去藏树阁 还是去找楚悦 让他转交吧 八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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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走了 是小公主 这么晚了 他要去哪儿 走吧 我们下去 再来 此事须尽快去办 是 这么巧 大家都在 玉儿 你怎么来 黄姐能来 我就不能来 父皇已歇息了 你还是改日再来吧 改日是哪日 我一刻也等不了了 我现在就要去见父皇 父皇近日身体欠阳 听话 别让他忧心 欠阳 是不是老忙病又犯了 黄姐可又给他诊治 只是过于劳累 需要多多敬仰 那就好 正好 这株烈火仙怜 能帮助父皇调养 我这就去给他 即便你献上仙怜 父皇也不会取消 你和司马凌空的婚约 黄姐 你真要眼睁睁看我 嫁给那个暴虐之徒吗 你贵为公主 婚后 司马凌空 绝不会对你待遇 可我对他真的 没有半分感情 情 生于帝王家 凡事均不由己 何妄谈情 黄姐身为圣女 不必嫁人 自然可以这样说 我却没有修过什么绝情道 无法变成黄姐这般 冷血无情的人 虾手 启尔 黄姐 胾儿 我在你们眼中 我是一个傀儡 展公主 我们 去吧 是 月儿 你都听到 父皇无能 给了你们尊荣 却给不了你们自由 世间 安能得两全 这是月儿凭伤性命 带回的烈火先烈 对你的身体大有益处 难为这孩子了 事到如今 你还要隐瞒月儿到何时 月儿面上藏不住事 现在内外动荡 真的状况 不能让外人知晓 这段时日 月儿和那个陈南走得越来越近 此马家颇有卫子 陈南已是无用之人 留他苦生便说 我已吩咐下去 杀 父皇 外面风大 我扶你回去 月儿那边我会找个由头 就说 派陈南境外围观 人心朴测 万年不堪 你既不忍 休怪我不义 这两位木法师 境界匪浅 不忍 这两位木法师 境界匪浅 你瘦在这儿 我从外面帮忙救火 别动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守在这屋子里 你不觉得闷吗 原来你也一样 上面有人 小心手跑 华谦 怎么办 我嘴巴 要不是你去哄哄小公主 小公主 擦擦 让她缓缓也好 月黑风高 正是办事的好事情 干什么事 刚才在父皇请殿 皇姐交代你们做什么事 长公主她让我们去 陛下受陈将至 长公主吩咐我们 尽早筹备坚硬使臣事业 坚硬使臣 这种文人事物 何时需要二位五职高材接管 还敢骗我 有家不敢 说 让公主下令 让我们 让我们 还好宝宝躲得快 差一点就被抓住了 后一宫 我就带走了 宝宝跑不动了 要不明日再动身吧 夜长梦多 你不走 我走了 不许让她搬宝宝 不许让她搬宝宝 小魔女 这才饮食 你穿着外衣睡觉 我 我习惯穿着外衣睡 不行吗 倒是你 大半夜的擅闯男人房间 该不会是 寄与我的 我呸 你穿的起整正好 省得本公主看见什么 不该看的 长睁眼 快起来 怎么了 来不及解释了 快收拾东西 离开皇宫 本公主可是为了救你小命 皇 有人要杀你 谁要杀我 你听我的就是了 先走再说 快起来啊 衣裳都在这儿是吧 别看 为什么 我自己来 快点快点 要不 你出去等我吧 你怎么磨磨唧唧的 该不会你这贵中 惨了个人 我可没那本身 只是贵中衣物杂乱 不想让你看见 小婷 这样行了吧 这些应该够了 八扣 有这些盘缠还收着什么衣裳 需要什么码就收了 陈达 不用收 后义工怎么在你手里 难怪 我出门之时遇见卫兵们正四处搜查 原来 搜的竟是你这个盗贼 你也做了帮凶 帮 帮 你若想告发我 就尽管去 捉你不费吹灰之力 本公主一人就够了 东西都收拾好了 看来是早有预谋啊 长公主要我的命啊 无罪是死 有罪也是死 我倒也不怕把罪名坐实了 你 你都知道了 小魔女 谢谢你来救我 还有 这段时日的照顾